之前一段时间总觉得没什么新鲜事和大家分享 直到最近很多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今天好好分享一下 最近我们学习了用PS多张图片合成一张作品 本来想做个简单的 但我突然想到了开学第一次作业我拍的那张蜘蛛网 我决定给所有同学和老师每人拍一张造型 然后把大家都批到蜘蛛网上去 其中抱在一起的两个同学是最搞笑 还有一个同学穿了蜘蛛侠的紧身衣 最终的效果是这样的 我把自己也挂上去了 第二件事 去年就打算给我们讲一次课的佳能销售代理 老师的老朋友最近终于来了 他带来了一些佳能最新款的旗舰机型 这些东西对于我们真是吸引力太大了 我们摆弄了好长时间 第三件事我们最近在一位贝利导演的指导下 一起用专业的电影设备灯光 给上次我说表演最好的 音乐表演专业的女生迪安娜拍摄了一部MV 第一天十几个人一起搬运设备 之后贝利叫我们熟悉一些设备灯光等等 最有意思的是换电影镜头的过程 拿新镜头的人把新的递给换下旧镜头的人 并说Yours 对方拿到镜头要说Mine 然后再交换另一只镜头 同样是Yours Mine 让我想起来中国买翡翠一时的时候 不能用手机 要放到柜台上 都是为了明确责任 第二天我们从早上八点集合 拍到晚上九点 每个人都在片场做着自己喜欢的部分 有的人在控制灯光 有的人在拍摄幕后 而我倒多数时间在负责主机的拍摄 在片场你就知道为啥拍电影这么烧起来了 这么多工作人员 各种灯光 各种斗具 都是潜在燃烧 有了这些东西的加持 效果比我们只用相机和简单的场景拍出来的好多了 至于原素材 我还没有拿到 等后面拿到后 我再展示给大家吧 最近我们还在准备毕业作品 题目是The Future Is 会在PEI省的Confederal Art Center做展示 我的计划是拍一部星空作品 等了好些天我都打算改方案了 但3月19号凌晨2点 我一直拍到了6点 最终完成了我的作品 心里又放松了 最后一件事 最近为了积攒一点房地产相关的作品 终于一位朋友带我拍摄了一套房子 同时拿出了我半年没用的无人机 飞上天的大课 我的心里真是太舒畅了 我终于看到了我生活的城市上空的样子 那是我熟悉的领域 这半年真是憋坏了 以后我会拍摄更多好的作品 分享给大家的 今天就到这里吧